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所说的医道就是我们的道场 就是我们医疗的环境 当然也是利益人群的道场 也就是我们的医院 我们想要治疗什么样的疾病 在心脏内科常常去面对的 当然就是所谓的猝死 心育性的猝死 猝死的定义是在出现病症后 一小时内的死亡 大概50到70%是心育性猝死 每年美国的心育性猝死 有30到40万人 那以缺血性心脏病 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病患为主 那在美国在院外自然心脏猝死的几率 是万分之13 这也就是最近在所谓注射疫苗 那有些老人家 大概以台湾的资料统计 大概没有每天发生猝死的人有多少 但是以美国来讲 以这样来算的话 以台湾的2300万人口换算 那也有相当的比例 每天这件事情都在发生 有注射疫苗或没注射疫苗 都是如此 那为什么比较知道 会面对到这样突发性的死亡 的个案大概是心脏疾病 所以心脏科医师最常砍到 那预防心脏性的猝死 到底我们能做什么 自然性猝死或心跳猝死 最常见的原因 它不是打疫苗 也不是肺血酸塞或快乐群 它是心肌梗塞 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预防处事 虽然报章杂志我们常看到 某某某科技大长的种作 52岁心脏 心肌梗塞出事 没有症状 没有前兆 那一个人才这样子就结束了 造成一家的痛苦 但其实不见得是没有症状 也不见得是没有仪器可以检查 而是它的及时性 跟亲近性 跟症状的认知 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那以可预防的心脏 以可预防的死亡来讲 它其实站着大概我们十大十英的 不是第一 就是第一 那这个是我们常办的胃教活动 将我们的所谓对于心肌梗塞的症状的认知 的胃教活动 那这个是我们建议这个慈基大学一起合作 建立了这个跨院校的研究计划 就是在如何让民众知道 心肌梗塞的危险跟处理跟症状的认知 心肌梗塞是俗称的冠心病 那里面最严重的一种 那冠心病高风险包括三高 还有抽烟的习惯 那主要还是来自于 在这个冠状动脉上面 有油块 所谓的胆固醇啊 不好的坏的油啊 塞住了血管 那突然之间血管有造成血栓 而形成所谓的心肌梗塞 那会有什么不舒服呢 那主要是突发性的这种胸闷 冒汗 恶心呕吐 甚至到下巴肩膀 持续超过15分钟 那会感觉到有胸口压迫感 那尤其运动的时候会加重 那以这样的情况的话 需要打电话叫119 原因是因为 如果没有叫119的时候 血管阻塞的时候 会产生电流不稳定 心率不整 而产生猝死 那也就是说 现在目前救护车上 会有心电图 及早诊断 及早治疗 可以预防猝死 那到了医院 要去有导管室的医院 可以打开这个血管 救醒 脂肪指甲 那也就是说 症状的认知 跟心电图的判读 决定了救星的时间 跟预后 那以病人 及吸气梗塞的处理原则来讲 可以区分为 ST端落上升 非ST端落上升的心电图变化 那重点就是在于 那一张心电图会决定了 临床医师判读之后 会决定了 是否应该早期就接受治疗 还是可以先用药物 还可以等待 那也就是说 症状认知非常重要 民众的微交认知非常重要 心电图的判读 也决定了救星的时间 的预后 那这23年前 我们就成立了救星小组 就是为了要帮病人 把血管打开 那这个是当初心导馆成立的 合合救星 跟死之不移的目标 那在2001年 我当总医师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有机缘 那个时候我在导馆室里面 那时候是刚PACS 刚上线的时候 那他们访问了 的时候我就说 我要做心导馆 可以救人 那个时候的内容 在杂志里面 我就已经提到 在这么大的东都地区 有慈激医院这样的资源 跟医生 在六小时 希望能够跟病人血管打通 那这种急急心导馆 当初也只有在这边才有 所以我来这边学习 担任总医师 到目前为止 花莲24小时 紧急心导馆救星的格案数 已经超过1000里 从急诊到心导馆室打通 血管平均大概60分钟 心导馆的启动 需要心电图的判读 那这个是12导臣 心电图的仪器设备 从以往左边最大的 那个仪器到现在 缩小到在桌上 降臂基本电脑 目前已经可以在救护车上装置 那也训练 那也训练我们的救额消防局救护员 做心电图 那他们在心电图记录之后 以手机 无限传输到我们的专家的手上 那专家判读 是否为习性心肌梗塞 并给予建议 那这是一个临床的实境 也就是我们的救星场域 的一个案例 53岁花莲餐厅 他来这边是准备要退休 那开个餐厅 好山好水 也不无聊 那一个人来这边 没有山高抽烟 但是固定在运动 平常也没有不舒服 有一天不然在家 就胸口突然闷起来 冒冷汗 也挺想吐 那邻居看到他觉得不对 他本来想要再忍一下 去买普拿藤来吃 那邻居觉得 他看起来像心脏病发作 就建议他打电话 叫119 也帮他打了个电话 那救护车即刻就赶到了 做了十二岛成心电图上传 那我们手机专家判读 接收到之后 判读为急性性肌梗塞 大范围的 那就建议他送有 青岛管事的意义 这个过程可以看到 因为仪器的普遍性 跟病人症状的认知 那加上心电图的结合在消防 所以在三年前 我们引进的第一台救护车的 跟消防局合作 尽量在救护车上配备 那这个是我们的消防局 救护车上心电图群组 可以看心电图的变化 那专家的判读 那Steamy的心电图 那我们可以给予 处置上的建议 那这个是当然 这个需要 大家的合作 那这个时候呢 在消防局的这个 在病人一到场急救之后 那顺利打通血管 那一打通血管 其实病人心跳 刚好就停顿 那我们可以急救 电击 瞬间就回来了 那这个是 当然这个过程上 是相当戏剧化 那当然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 顺利的 这个病人 在鬼门关 走了一圈 那清醒后答应也就 不再抽烟 那这个是他 算是我们救星人里面 算是一个 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个个案 那才年轻 53岁 那他的邻居 救了一命 叫救护车 预防处死的第一步 急早诊断 吸气跟腮 靠的是做心电图 跟专家的判断 目前只有 一到两成的病人 会叫救护车 救护 这个也就是 令人心脏科 让医师最担忧的一部分 八成的人 没有做心电图的机会 或者做了心电图 没有人判读 没有专家及时判读 武汉AI的日子 跟他的历程 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我在去医学院 当初去英国念书的时候 带的一台电脑 这台电脑 花了我们家教的赚到的钱 就买了一台 大概1600块美金 那个时候的CPU只有16MHz 然后就20到40MHz的硬碟 那个时候我买了一个软体 叫做 MEDICAL DIAGNOSTIC EXPERI SYSTEM ELEAD ELEAD 它应该是University Utah 他们那个时候的团队 做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需要经费 已经在卖了 那时候我记得花了600块美金 买了16个FLOPPY DISC 还要用软碟 一个一个漏进去 那这个是我们最早的 应该是当初最早的一个医疗人工智慧 那我带到学校的时候 常常就在玩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去问了病人的病史 我就把它输进去 然后呢 我就会用我自己看书啊 或者什么Diagnosis 然后有时候 跟老师报告我的诊断 老师就会讶异 你的诊断还蛮有条理的 哦 还不错 然后呢 就有这种所谓的Newton的手机 那这个是 可能走在太时段的尖端 那时候的Steve Jobs 或者是苹果的这个金 太前端了 这个后来就没有卖得很好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 哇 我有一台行动装置 然后又可以很快的拿到这个information 那有多好 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科技 在20年后 只有20年 他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Watson Watson是一个怎么说呢 当初我们是也期待 这个Medical Diagnosis 甚至台湾也有医院引进 我们常想问一个 Watson目前的状况 好像不是怎么乐观 也不能说不是怎么乐观 还要遇到了一个瓶颈 那我们常想问 Hi theory 为何Dr. Watson会失败呢 那我想有几个可以分析 也是让我们检讨的地方在于 Medical Diagnosis System要上线是非常一个 毕竟诊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医学上的医生在每天在做的事情 看起来简单但是他需要一个经验知识跟逻辑的思考的一个东西 那诊断错误的话 万一的AI辅助诊断错误的话 那这个是有可能是Medical Practice 也就是医生对他的要求是超乎一般的要求的严谨 那尤其在Rare Disease当Data Input不够 我们训练不够的时候 常常Dr. Watson诊断错误上是所谓的Rare Disease 那我们就得了解什么是Medical Diagnosis Medical Diagnosis大部分在我们医学学院慢慢已经推向 当初我们在学生世界大战是第一个 Integration以问题导向作为医学诊断学习的课程 那这个是Lawrence Witt 他是一个认为应该医生应该像科学家处理事物一样 一般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要先理清 然后再去分析再去收集资料 然后分析它的正确性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Problem Formulation 那常常我们说如果我可以identify problem 其实不是只有医学 在美国发明家 这个很有名的发明家Katerin 他也说能够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 就是已经解决一半的问题了 那也就是说把无合法复杂的问题 因为临床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我们需要把它简单化的方式 它有一定的将我们的知识能力的导向 变成一个处理一个问题的能力 但我们处理问题的能力的方式 在医疗上是收集病例 也就是在hissure taking 也就是病史的询问 那病史的询问 因为圈舍到病人跟你讲的话 你得看 也得听出他的 要讲话的implication 而这个需要经验 包括文字的分析 那理学检查就是客观的因素 包括医生的应用inspection 去视察 望 去闻 去问 去打脉 去摸 手跟耳朵去听 这个是所谓主客观数据的收集 那我们才有办法去形成 还有包括laboratory data 就是数字 那他的抽选的结果 影像的结果 X光 电脑断层 等用视觉上判断 才有办法形成问题的formulation 也就是说你可以知道 为什么AI 在医疗上是更需要 更丰富的一个研究过程 才有办法上线 因为它的确非常复杂 你以我们带学生训练五十个学生 他在data collection history taking physical examination laboratory data的分析 事实上 学习的程度 跟速度都不一样 那等到问题形成之后 我们还要评估 评估之后才决定 medical decision 那以举例来讲 我们都知道 Apple当初在新冠肺炎 他做了一个程式 Hi Do I have COVID 那这个你可以问他 他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在第一项 他说如果你有 experience any of these symptoms 这样的症状 他说stop and call 911 这个是个accurism 也就是说 他得判断 你是不是有chess pad pressure extreme difficulty in breathing severe count constant dizziness and light hardness 也就是说他要判断的话 那为什么他要说这样的话 就call 911 就是我们的119 因为这个就是袭击梗塞的症状 也就是说他不太确定 如果有紧急的时候 的步骤要先排除掉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运用 data collection或者是一些 主客观因素的时候 他会需要一个流程 去确定安全 他才能再继续的收集下去 而这个判断需要learning 需要经验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可以知道心肌梗塞的诊断 光是这件事情 它是就牵扯到非常复杂的 medical diagnostic的 我们在医学系所教的敏感度 盛行率 检验的特异性 然后才能作为诊断的几率 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probability 机器能不能做到 当然可以 可是它的input 它的implication 病人说的话 它的输入的能力 这些都会决定 它的诊断 那这个是 有没有solution 我们接下来提到 再要分享的是 人工智慧与临床场域的应用 资讯工程与救星 跟大家分享的历程 心脏疾病领域的AI应用 就是刚刚提到的 急性关心病的应用 刚刚讲的病史的询问 我们常常记录在病例 或者我们问病人 我们用question的方式在询问 这个其实 与其要AI去诊断 还不如 要比较快的是减伤分类 我们需要AI去辅助减伤 但是诊断往往还是要专家 目前去介入 那减伤比较简单 但是不要小看它减伤的powerfulness 因为减伤是一步 先判断疾病是否紧急 而是否需要哪一个专家 这个的分析 还是一样需要病人的语音 语言文字 然后才有办法判断 那我们之前也在 natural language的processing里面 也就是找病人的语言的文字 去分析 去做一个诊断 那这个是一个方式 那还包括它的抽血的结果 也是一个方式 那当然刚刚讲的input 还包括视觉上的 医疗的影像的辅助 那我觉得每一个AI 它的能力 事实上都在诊断里面 只在一个task 甚至那个task就已经 本身就是 一个任务就已经是非常多任务的 一个intelligence 那也就是说它是复杂 但是要tackle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是 我们是把它简单化 这个要把它简单化的能力 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大概有点绕口令 anyway 就是说疾病的预测 有可以数字文字图形 跟语言 这都是AI需要去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去解决 如果它要辅助human的话 那最后更复杂就是 我们现在未来 人类的基因已经解码 我们有很多的药物基因 药物基因跟我们的用药 有很大的关系 而就是说我们会根据这个用药的 也许在未来当这个资讯越来越丰富的时候 大概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handle 这么大的资讯 这个时候需要AI的辅助 就是我们在讲的精准意料 那从我们开始跟学校在合作 所谓的超音波的影像的切割 跟它心脏移动的这个分析 这个是在民国应该是98年 我们就在做 那跟autosegmentation 我们冠状动脉的分析 自动去判断它的阻塞程度 那光是要把这个冠状动脉去 segmentation把它画出来 用自动的border 就是一个硕士论文 那我们也做自然语言的合作 提供心脏血管疾病的病例 然后去标示 然后或者根据病人输入的文字 去把它分析把它分类 那这个是利用深度学习来分析病例的中间心脏危险 那其实这些的project有的失败 有的成功 但是都有一些进展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还是在于如何利用人工智慧来 让他在疾病上的处理上 能够临床医师可以使用 而这个临床医师 应该不是次专科医师 而是非次专科医师 因为治疗疾病还是一个 一个很复杂需要专科 或者是医师的训练之后去判断 但是呢 常常有某一项次专科的专长 他不见得在一个其他专科 或者一般科的医师可以学得到 而这个对于我们来讲 可能五秒钟心电图的判读 是不是极仅可在 可是在一个非当科的医师 他判读就有他的限制 或者是不是医师 包括护理人员 或者救护员他们的判读 那甚至最后病人本身 如果他想要确定 他有没有疾病的判读 那当然中间这个过程的 validation训练 都需要次专科医师去建立 再看在非次专科医师的环境 是不是能达到 所以我的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当初设计就是 我们做了很多图形 语音这些东西 到底在临床上 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我们能够用的是什么 是在哪一个场域 那我们要回答的 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认为 以最简单 如果避开了语音文字的一些 我们收集的 例如病例的不完整 或者语音没有办法表达得清楚 我们直接用客观的仪器 所以可以达到的 就是新点图 我们来做图形式的分析 是不是可以用图形分析的 AI的方式来协助 非常欲的意识来辨识 那所以呢 我认为应该以single task 或者我们用single task 就是单一的任务 来做与training 会比多重的task 希望AI去做多重的事情 来的简单 也就是说好像我们在训练学生 我们先从一个任务 请他完成 再做另外一个任务 再做另外一个任务的训练 而不是希望一个学生 学太多的任务 在同一个新建筑上 所以呢 叛读新建筑是一个复杂的工作 但叛读新建筑是否是 急性性跟3 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就透过了 当初透过了行动训 我们有一个行动训练 它是一个数据 跟以向人理的一个收集 让你把电子病例收集 然后呈现在手机上的app 让我们临床医师 可以很快的看到了 收集了这一些的 包括病例 生命正向理学检查 影像 最后当然心电图 然后来去做 处理病人 及时的 可以照顾病人 那这个是当然 这个过程上也 需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我们需要在手机上 可以调阅 然后包括健保助记资料检验 也就是说 在这个行动训练app 我们刚好收集了很多的临床的资料 那而医师又需要这些临床资料 去做medical diagnosis 去帮助做clinical decision 那所以我们手上就有的这些资料 在我们的手上 那大数据收集 包括我们当初也用药的资讯 这一些的 我们利用它做了一些药物的改善 那包括这个影像的收集跟3D的 那也就是刚刚讲 我们在20年前 希望有一个行动装置 然后可以有病人的资讯 当初只是文字的输入 现在呢已经达到 你好多临床的资料 可以在很短暂的时间 去以现在手机的功能 可以跑出立体的 很大质量的 可能一个病人 好几百个megabyte的图形 在上面很快的呈现 也就医师可以拿到这些的资料 那我们先从简单的资料来讲 就是心电图 以这样的图形 我可以很快的把 我所有心肌梗塞的 已经做完导管 确定是心肌梗塞的病人的资料 在我们的手机上 去做及时的选取 那选取之后呢 我们就跟大学 包括东华大学的持续合作 那时候大概三四年前 我们就一直在找图形的AI 那图形AI当然 以convolutional的neural network 我认为是最有可能 在deep learning 或者这个学习上最快的吧 大概是这样的 那我们不确定我们这样的收集的图形的 resolution是不是够的 因为以往都是要提供dicom嘛 光是以前我们为了要从仪器上提供dicom的影像 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那现在呢 如果有一个高解析度的图形 或者心电图不需要这么高解析度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截取 然后去判断 对于协助去提供图形标志图形的 标记这个图形的意思 这个是我们不会受限于桌上的电脑 或者某个仪器 那所以我们当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截取信念图 上去训练了大概300张的信念图之后 然后呢 来看他的训练的成果 那我还蛮讶异的 他的学习速度是比我想象的快了很多 也就是说 而且可以做得起来 就是说以他的这个解析度 跟他这样的图形的辨识 那当然比较快的原因 因为我们只问是与否的问题 是 这是一个 stamey信念图 就是紧急性一个才需要做到管的muffology 那呢 我们当然怀疑这个结果性 因为好的出乎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为什么 他真的吗 会不会有人后面在偷偷的读信念图 然后告诉我这个是stamey呢 那因为我们不是写程式的人 我们不知道他的过程 他找的AI model是怎么找的 那所以我们 以医生的角度来讲 我要把addition 所以我们会做 那他后来说 后来我们的大学的这些学生 他们就说 他们可以用热力图 去标示去看看 那很有趣的就是说 这个热力图 有时候他觉得 他看的东西 跟我们医生看的还蛮像的 那当然中间有一些过程 有一些bug啊 这些东西 但是anyway 他承受的方式也是我们design说 我要呈现的我 我认为应该是要probability 因为我们医生呈现心肌梗塞的结果 应该是一个几率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确定 但是我就是要启动了 因为我不能够冒着风险 万一我错掉的时候 所以我们会说 这样的心肌梗塞的心肌梗塞 我得去冒着小小的风险 去做一个诊断性的心导管 来确定 所以我们会敏感度 希望知道他的敏感度 跟他的特异性 在AI叛读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所谓的Libar的设计 那甚至我们在下班时间 或者周末 我们只要有心肌梗塞 有截取到 我们就丢上去 然后我就feedback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以使用者为主的一个 的training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 可能需要在 facilitate这个AI训练上 要医师标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Anyway 但是我们这个AI辅助需要 当然不只限于在Libar里面 在我们的专家上面的环境场域 让我们希望可以扩大到应用的场域 那这应用场域 大家就很看到 每一张心电图 它的图形长得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不晓得的是 我们慈激医院可能统一购买 同样的心电图 是奇异公司 但另外一家医院可能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AI model 如果要用到另外一家医院 又要做所谓的real work 又要再换 那是不是有一个AI可以 把所有的图形的产生出来的呢 因为如果是以某一个 厂商的心电图它可以读 问题是在real world就不是这样子 光是一个消防局上 就不是这样的心电图机器 可能就有三到四家 那当然这跟我们的real world有关系 因为它不可能每一个 都都有同一家的心电图机器 那你会说为什么不行 目前就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接下来如果要用AI 使用在救护车上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去考量 它的心电图各个不同 我都需要再training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呢 如果要怎么样facility training 在不同的 这个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事情 那当然还限于仪器 如果要推到居家的监控 那病人是不是自己会贴心电图 那这个就要等硬体 engineering的进步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心电图越来越小 像中间的这个图 它的心电图 就是可以背在身上的 那未来十二岛层的心电图 by the way 一个星期可能猜 它一定要十二岛层心电图 的判读 不是单岛层 很多的人来找我们做单岛层 说那单岛层太简单了 包括心理不整的分析 也太简单 我们想做十二岛层 因为十二岛层 它才是real world 诊断心机格赛 所需要的 目前的检查 那随着AI的方便 AI辅助的警讯的方便 也许有一天 当它的这个穿戴装置的 普遍性来的时候 也许每一个人 穿在身上 就可以及时 诊测 即兴 心机格赛 那这个是 未来 当然图形在医学资料的收集 在心脏课里面 不是只有心电图 包括了听诊 声音 声波的图形 包括了超音波的图形 我们从一开始最早98年就在做 超音波影像的自动分析 那随着这个超音波影像的普遍性 跟操作性的检验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 只要有一台手机 有个探头 就可以做超音波 这个时候 这些仪器的普遍性 无限的听诊器 这些的仪器的普遍性 开始的时候 大概我们的资料会更普遍 普遍到已经不是专业的人员 才能提供 而普遍到一般的 卫生所的护理师 或者是技术员 就可以提供 那医生所需要的就是 也没有那么多心脏科医师 应该是说 我们只要有资讯 AI辅助 心脏科医师 在家确认 就可以收集到完整病人的资讯 去帮助 在偏远地区的病患 那这个是一个无边界 无过界的思考 也就是说有一天 当数位的收集 普遍化 轻易性更高的时候 我们拿到的资料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这时候 我们就在AI上的诊断 才有可能再进一步 去向医生的诊断 去越来越靠近 那当然这个东西 就是未来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 我们的场域 我们的场域是要预防 死亡 救人 那我们常说这些大数据 图形只是一部分 还有 过去病史 病例 他们的检验结果 那这个分析上来讲 里面是有相关性 不代表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 从中间去 从关联性去找到 可以去避免的因素 而不是算完人命 你就等死 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 在医生的角度上来讲 希望在这个关联性上 在facility AI的 这个关联性上 能够挑出重点 然后挑出可以preventable的 AI可以协助 那我们才能进一步的intervene 没有办法介入治疗的风险 那他是 在临床上认为 意义可能不太大 意义不太大 OK 所以整合 人工智慧跟医疗的场域 事实上比我们想象中的 要复杂的多 但是呢 这个产品要上线 我觉得是客群 大概还是医疗上的客群 不外乎是 医师 护理人员 或者是 不然最后推广到 病人本身 要更 simple 虽然后面的过程 非常的 复杂 所以最后要强调的是 user experience的design 他的一个 AI的model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会有 很多的AImodel的成型的 或者未成型的产品 但是他在界面上 设计上的 使用上 我觉得可能要开始考虑 这个载具 跟系统的操作 他要能够适应 不同的载具系统的操作 那他要缩短 能够使用者可以 让随时随地 可以完成我们的任务 因为我们任务是 以紧急医疗上来讲 他的任务是有时间限制的 判断上来讲 减商来讲 有时间限制 要做的事情 也有时间 那他要随时随地 的必要性 那要怎么样子 可以达到 这个是需要设计层面的问题 如何让一个产品可以上线 那以场域 使用者的场域 跟使用者会决定 一开始AI的设计 这个是我认为的 因为从跟 这个IT的 包括学生跟老师们 合作的经验 那我们最大的痛苦 还是在于标记的 标注这件事情 标注这件事情 不管是语言跟文字的标注 还有在这个硬体 在这个 协助上 我们常常 有时候搞不清楚 我到底要做什么 有的时候是 限定于标注的 这个程式的位置 或者是方式 太有 不够友善 那这个常常希望融入在我们 因为我们工作就是在临床照顾 那临床照顾的时候 顺便标记这个不会占太多时间 但是已经要等到工作完了之后 再去标注 那这个时间上就会 比较没有效率 还有双向回馈 因为从刚刚的赖爸上来讲 在我们标注我们要知道 不是当做 我们如果是被当做一个标注的机器上来讲 我相信有九成的医师他会 不是是fatigue 他对这个没有兴趣 但是要怎么样双重回馈 让大家看到 在学习的过程中 在他临床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一些成果出来 那这个方向的管道是 非常的重要 那导入临床场域 当然就是要一直 沟通一直沟通 那甚至要修正 包括原本以这个新电图来讲 很多老师们是说 你为什么把后面的数字 给我来分析 或者我从数字上去把图形 呈现出来 那样的解析度 这样我的AI就用高解析度去训练 成功的机会比较大 问题在我们的临床场域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有高解析度的图片 我们知道仪器上会有一些数字 可以呈现非常高解析度的图片 问题这些往往被仪器公司锁住 我们没有办法拿到 那有拿到了所画的 在一般的场域也没有办法拿到 所以到时候也没有办法 有一个高解析度的图形 但是随着仪器的发展 随着相机的发展 随着我们的图形的截取发展 图形的解析度 我认为迟早大概这个 那会越来越 越清楚的 可以让我们更多的 在临床场域 可能还是以图形的 解析度 大概慢慢会越来越好 我们的camera会越来越好 我们看到的东西 也许就有一天机器看到的东西 也许跟我们人眼睛看到的东西 会越来越类似 那我们现在 当然就是要重新思考 打破过去的习惯 这对医生来讲 在进入AI的领域 跟程式设计师 在进入AI领域 我们都可能需要 重新开始把自己原有的架构去打破 然后重新设计 那这个是专家有善标注的 通用应用程式 我认为是可以促进 这个AI学习的效率 那这个是需要大家再去思考的 那所以我们的治疗 医疗发展的过程 在身上那个从纸本到电子平均化 到心上影像数位化 PAX BICOM 的普及性 新电图数位化的收集 然后包括 智能手机 心脏血管药物的经验 然后包括最后AI辅助的工具的导入 是我们接下来的 要做的事情 那从AI的这个历程 在医疗上就想到 这个是我们Royal London Hospital 是英国最老的一家医院之一 那我们当初以前学生在那 就是长得就是像 很旧就有点潮湿 然后非常的黑暗这样子 那里面常常都是费极核的病话 那这一些的 但是他在建立在这个传统底下的医院 你可以看到 大概几年前我在回到 那个敌院的时候 很压抑他就在旁边 他盖了一间非常高科技的一个大楼 但是他就是不把这个Royal London 我们的那以前实习的 他也不把它打掉 他就留在那里 看起来画面上非常突兀 但是呢 这一个新的大楼的架构 跟原本旧的这个 传统上的这个意愿 我认为他是可以并存的 那这个并存的原因是 整个现代化的过程 包括AI的导入 如果没有我们传统医学的basis 他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毕竟 AI要学习人在医学上累积的经验 判读成果 他如果可以把这个移植到AI上去 或者让他学习 而不是他会建立在一个学习上的架构的话 那AI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毕竟他是artificial 那human的intelligence已经在那里 那AI能够辅助 他得从我们的intelligence里面去截取部分的任务去学习 那他能够成功的机会 也被人类所能够接受的机会 我认为我们也会比较了解他在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能够从传统慢慢走向现代的速度 才有可能会 到未来才有可能会越来越快 那这个是我今天的跟大家分享 那时间上因为他是预录 所以我想有点超过我们本来是说20分钟 但是希望这一段的分享的这个 我的我们在这个方面 AI的心脏内科的这个经验历程 也许可以和大家互相学习 互相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